你想过你每年花了多少钱在买口罩 平均佩戴的时间有多长吗 现代人骑车等公车 空气污染严重时都戴口罩 但你戴的口罩真的有办法抵挡空污吗 我戴着原部口罩 那是保暖或打扫时使用 我可是戴活性碳口罩的呢 活性碳主要功能为吸附液尾 和过滤效果没有绝对关系哦 那一流口罩总行吧 易用口罩是用来阻挡飞沫 预防传染疾病 脸部和口罩之间不够密合 可是会让细旋幅微粒趁细而入哦 挑在空气中的细旋幅微粒 直径小于2.5微米 也是俗称的PM2.5 大约是头发直径的28分之一 可穿透肺泡 危害人体健康 戴口罩不要戴心酸 当心戴错口罩根本没效 那要怎么挑 防空污口罩取决于两招保护力 第一招密合度 口罩做密合度不足 PM2.5还是会从脸部与口罩之间缝隙钻入 防护效果便会大打折扣 第二招过滤效能 观察外包装国际认证 挑选悬浮微粒过滤程度越高越好 另外如果选择有呼气阀设计的口罩 更能大大提升佩戴的舒适感 挑选空污微粒防护口罩小Pepo 1. 确保脸部密合不漏气 2. 高效过滤PM2.5 3. 呼气阀好呼吸更加分 PM2.5空污微粒防护口罩 空污防护 FreeM照得住